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来教你既要温度又要风度的穿搭法 分分钟成为寒冬穿搭高手 一共有四个法则 第一 材质法则 衣服的材质是让你穿得又少又保暖的首要条件 从内到外有六层 正确的穿法是最里面的贴身内衣 全棉或者抓绒保暖内衣为最佳 南方湿冷选择全棉 北方干冷选择抓绒 第二层 衬衫 休闲式衬衫 把面料从棉质换成灯芯绒或者拉绒 法兰绒会比纯棉更保暖 商务式的衬衫 比如像要在户外参加一些商务活动的时候 厚一点的皮马棉 质地柔软顺滑保暖性极好 第三层 毛衣 羊绒衫最佳 轻而暖和价格也略贵 羊毛衫其次 像什么迪伦啊棉线啊 都属于质地低廉的材料 就没有必要选择了 第四层 西装外套和裤子 西装外套裤子面料选择纯羊毛 或者羊毛羊绒混纺的 一般室内呢还是比较暖和的 外面加上大衣完全没有问题 可以说 粗毛泥西装是冬天单穿的最佳选择 第五层 羊毛羊绒大衣 这个在终身美丽的八件经典单品里面 介绍的非常详细了 羊毛大衣中最保暖的面料就是羊驼毛 最大的缺点就是贵 为了好看又保暖 你可以考虑投资一件质量上层的大衣 第六层 围巾 手套 帽子 袜子 打底裤 这些其他的配件 那肯定是羊毛羊绒作为最佳的材质 那当然了六层顺序也不是死板固定的 要懂得灵活变通 根据场合自己抗寒度来决定到底该穿几层 第二个法则 色彩法则 冬天配色有两怕 一怕暗色太沉闷 二怕玩色变成颜料铺 七种颜色穿搭法 直接拿去用 最基础全身黑 打破沉闷感 最好在胸针腰带丝巾靴 包包这些配饰上来些亮色的搭配 打破全身黑色的沉闷感 略夸张的金色首饰 亮色度高的鞋子 让你高级感和时髦感十足 最推荐几皮 舌纹皮 让你气场打开 亮色系的包包尽情地背起来 在黑色的打底色下面 衬托得你格外出彩 穿出层次感 还可以通过不同材质的面料 让视觉上有层次感 像暗黑跟亮黑的混搭 造型上也就轻松地摆脱了沉闷感 丰富了起来 气质感 内搭任何颜色的羊绒衫 都能够让整体气质更上一层楼 此外 在全黑的基础上 加入一抹牛仔色 也是摆饰不爽的初挑配色法 牛仔裤为一 最安全深色系 像深蓝 深鹤 焦糖 深灰 深咖 枣红 这些深色系几乎不会出错 可以参照刚刚讲过的黑色穿搭法则 重点说一下焦糖色 它是这几年特别流行的颜色 还有藏青色也是非常special的一种颜色 夜空般的色彩显得格外的冷艳 特别能彰显气质 最温柔 纯白色 白色能开启一切搭配 也能让沉闷的季节清新起来 冬天的纯白色穿法 记住四个法则 第一 内搭安全 白色内搭最安全 只要裁剪合身 不崩不勒就不会显胖 第二个法则 色不易多 稍微点缀去提亮整身的明亮度就可以了 比例不于超过全身面积的50% 穿一双小白鞋配一个小白包 都是冬季画龙点睛的搭配 第三个搭配法则 温柔双拼 鸵色或者灰色大衣加上白色内搭 是典型的温柔双拼 看上去整个世界都为你柔软了 第四个法则 柔和过度 三色撞色的穿搭方案里面 不管其他两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只要加入白色都可以起到过度和视觉柔和的效果 最高级色 大地色系米陀灰 大部分的肤色都适宜配备质地轻柔温暖的米色 并且和白色大地色系可以组成同色系的深浅搭配 鸵色提亮肤色的能力更是不容小觑 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 鸵色都给人柔软温柔是永恒的流行色 灰色是高段位的魅力色 高冷但不冷酷 美艳而不俗艳 灰色大亦有一种独特的高冷和高级感 和白色黑色蓝色鸵色搭配非常好看 灰色毛衣也是百搭神器 再跳跃的颜色穿在里面都能hold得住 最少女色以粉色为代表的糖果色 用糖果色来体谅心情恰到好处 所有糖果色系里面 女性气质最浓的还是粉色 其次就是粉蓝 而且两者壮色中把女人的柔美会发挥到极致 暖纱橘色和大部分冬季单品都能够相容 增添温柔成熟的气质 而且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糖果色系 你看像提芙尼早餐中的奥代理赫本 穿的就是一件暖纱橘色的大衣 最特别色金色 金色是最难驾驭的颜色 但金色又很别致 驾驭好了会有意想不到的美感 你只需要记住一条准则 小面积原则 否则一多变俗 金色的包包 耳环 皮带都具有金属感 吸金效果一流 一套金色吊带的连衣裙 套在黑色高领衫外面 最外面搭一件长西装外套 或者长大衣 露出的金色会让你光芒四射 最显功利色 同色系混搭 全身上下选择不同层级的同色系单品 能让你的造型看起来不仅很有整体感 而且有质感 有气质 像翠绿配墨绿 湖蓝配宝蓝 浅粉配霉红 还有灰色不同深浅度的同色系叠穿 适当加入亮色的配饰 冬天搭配要切记 在同色系混搭方面 记住上浅下身 否则会出现头重 脚轻 不符合冬季沉稳的气质 款式原则 同样是穿的暖 有的人看起来无比的臃肿 有的人又轻松洒脱 这跟款式和搭配都有关系 从头到脚 听我一一把款式讲解 帽子既可抵御寒风 也是凹造型的点睛配件 最佳选择贝蕾帽 暴铜帽 宽颜帽 材质以软泥毛料为上选 选帽子之前 先看它们分别适合的脸型 瓜子脸 鹅蛋脸 什么都摆搭 随便选 贝蕾帽适合圆脸 长脸 方脸和心形脸 暴铜帽 则适合圆脸和心形脸 宽颜帽 能修饰面目的线条 也几乎适合所有的脸型 贝蕾帽 是法式时尚优雅的象征之一 冬天戴贝蕾帽 适合知性 又有女人味的穿搭 优雅饭十足 暴铜帽 很多时尚icon都喜欢 暴铜帽的帽颜 相比贝蕾帽呢 会更加挺酷一点 天生自带中性感觉 跟毛衣 外套 大衣混搭 全无压力 宽颜帽 充满了文艺的复古气息 羊毛脊皮 都是最佳选择 想显各高 小帽颜的宽颜帽 是不错的选择 毛线帽 轻易不选择 因为它除了保暖 在颜值加分上 贡献极小 尤其毛线帽 有膨胀的效果 容易显脸大 当然戴帽子呢 要特别注意场合 很多室内的场合呢 都不太适宜 不必画舌添足了 围巾 既可以保暖 也是凸显气质的必备单品 选择什么款式的围巾 取决于你的衣服款式 V领 一字领 这种露脖子的内搭 选柔软的丝巾 或者轻薄 小巧的羊绒围巾 围在衣服里面 既暖和 又不影响造型 高领打底呢 则挑宽大的围巾 而且大围巾 可以任意随意的围果 选择羊绒的是最佳材质 像淑女温婉型的姑娘 对称搭下来 或者对围起来 垂在前面 帅性狂野型的女生呢 可以不对称的围起来 垂在后面 当披风 都是非常帅气的 斗篷式的披肩 充满了自由帅气的特质 我最推崇的搭配就是 下装legging 加一双过膝靴 再配上斗篷式的披风 真的是走路生风 内搭上衣 无非就是衬衣跟毛衣 前面讲的衬衣版型 在冬天同样适用 我们重点讲一下毛衣 冬装没有下装复杂 毛衣最重要的就是领子 高领 最佳选择是不需要折叠的半高领 干净利落适配性强 脖子或长或短 都可以找到归宿 同时让造型显得流畅自然 V领 东装的V领就四个字 干净利落 几乎不需要任何花样 然后就是根据身材和气质 决定V领的大小 如何选择V领 可以参考前面的课程 特别表白绑带V领 在领口交叉绑带 是这几年的时髦设计 增加了丰富感和特色感 绑带可以是同色系 也可以是差异色系 一字领 一字领并非是夏天的专利 冬天的一字领毛衣 也同样优雅性感 群型 从不挑身材 显瘦效果好 时髦度高的三项指标来看 最推荐两种群型 连衣群里面 果身带白裙裙最佳 半身裙里面 百折迷迪裙最佳 果身裙 职场穿搭里详细介绍过了 冬季一样可以穿着果身裙 选羊毛 迪伦面料做的就好了 夏日果身裙 在冬天可以穿吗 当然 再单穿一件 外套大衣 或者内搭一件 高领衫 时髦依旧 百折迷迪裙呢 是介于膝盖跟小腿之间 长度裙子的统称 特点就是 人人都可以穿得美 一点不挑人 在所有的迷迪裙里面 属百折款 最佳女人味和风情感 和短外套短大衣搭配 露出整条半裙 妩媚性感 女人味十足 和长款大衣搭配呢 记住 露出比大衣长出一圈的裙摆编 摇曳生姿 时髦迷人 记住 大衣和裙子差距的黄金尺寸 为一到两寸 这个时候可以多选择一些 艳丽或者饱和色度高的颜色 比方说像明黄 翠绿 甚至金色 这几年风靡时尚圈的金属感 超强的金色百折裙 其实是可以通杀 职场通勤 和约会休闲的 在材质上面 丝绒是高级感很强的面料 裤型 三条最适合的裤子 legging 裤腿裤 烟管裤或锥形裤 legging legging就是为了修饰腿部线条而存在的一种裤型 最佳颜色 黑色 没有之一 亮色和花纹的都慎重选择 有膨胀感 显胖 且廉价 材质上选择弹力面料和牛仔面料最佳 皮质的也要胜选 除非你是超模腿 考虑到冬天还有穿打底在里面 一定要注意 好穿好脱 阔腿裤 阔腿裤记住一定要是高腰的 气质大气 里面穿上贴身打底裤也看不出来 最佳裤长 在穿上鞋子后 离地一到两厘米是最佳 冬天爱穿高跟鞋的姑娘呢 这绝对是最佳的显高利器 裤子盖住鞋面 里面的鞋子你能穿多高就多高 这样看起来你的腿无敌长 小个子女生就很适合短款大衣 加上高腰阔腿裤 显腿长 面料是毛泥的最好 保守的姑娘可以选择黑色 藏蓝 戴树暗纹的高级感会比唇色更强 选择卡色米色优雅又时髦 生性大胆的女生呢 可以选择亮色 一条红色甚至明黄的阔腿裤 可以让你成为全场的焦点 但一定要把握好配色的分寸 总之最不会出错的是黑色高领衫 加黑色大衣 露出裤子一截 要记住 加上鞋子包包 所有的配色 全身颜色不要超过三种 烟管裤和锥形裤 已经在终身美丽的八件经典单品 花很长篇幅讲过了 就补充一点穿法 冬天里面穿一条黑色打体 配黑色急怀靴 是最显瘦和最显腿长的 因为整个下半身就是一条黑线 腿长的姑娘呢 打底袜还可以变换颜色 在裤子和鞋子之间 露出一点点袜子的颜色 非常的时髦 但是腿短的姑娘 就不要尝试了 因为这样在视觉上 会把你的腿切成三块 更加显短 外套 高领打底衫和大衣之间 还有一个单品就是外套 卫衣 西装 机车服都属于这一类 对所有身材气质都友好 适用任何场合的 就是西装外套 冬天穿好西装 掌握好以下四个技巧 第一 要有女人味 要凸显女人味 选择景深款 要帅气潇洒 选宽松款 气场强大的女生 还可以挑战oversize 甚至难试款 沙漏H草莓型身材 选择短款 或者有腰身的修身款 把腰部线条展现出来 苹果和梨形身材 选择长款 把腰腹部的坠肉 巧妙地藏起来 像背扫的上宽下窄穿法 胸大的妹子可以借鉴 很好地规避了 上身臃肿的问题 但如果身材娇小 不建议太长 到臀线的位置为最佳 穿套装是最安全的方案 但记住 收腰 长度不过胯 最有型 纯色的套装有质感 像藏蓝 枣红 卡齐 姜黄 都是冬天 温暖度和质感强的选择 花纹的套装要慎选 膨胀感太强 面料一定要好 毛泥丝绒是最佳面料 像张子怡穿丝绒套装 挽起袖口 干练帅气 又不失妩媚女人味 是非常不错的样本 大一 大一在《终身美丽的八件经典单品》里面 讲得非常充分了 今天重点讲下 选色 长度和穿法 选色 永远不过时的经典色 驼色 黑色 米色 焦糖色 沉稳派的最佳色 藏青色 墨绿色 不仅沉稳 而且高级 挑战派的最佳色 粉嫩色 糖果色系其实都可以 但粉色的减零效果和柔美感最佳 而且她真的不是年轻姑娘的专利哦 从八岁到八十岁都可以大胆尝试 看看英国女王玩转粉色 我们有什么理由给自己设限呢 长度 比较正式的长度要过膝 长度为至膝下十五到二十厘米为最佳 时尚一点短款到大腿就可以 也比较适合身材不高挑的亚洲人 穿法 最有型的两种穿法 披着穿和系紧了穿 披着穿自由洒脱 随性大气 如果担心冷可以加一件围巾 系紧了穿 突出了线条感 女性的妩媚气质更加的明显 要点是一定要把胸部和腰间竖得紧紧的 凯特·温斯莱特给出了最好的示范 鞋子 冬天最佳鞋型的鞋子有两种 急怀靴和过膝靴 急怀靴 到脚踝的靴子照顾到了冬天搭配的所有裤子 不管legging 阔腿裤还是烟管裤都能完美搭配 但是穿裙子的时候就不穿这种靴子了 哪怕是黑靴子 黑袜子 始终肉眼是能看到层度差 显得身材矮 过膝靴 斯托尔特韦斯曼的5050过膝靴 堪称经典 无数明星给出了最佳搭配示范 在后面的搭配原则里面会专门讲到 冬天的鞋子颜色给出三点建议 黑色最百搭保险 脊皮和漆皮比普通牛皮 羊皮要亮眼 米色棕色也不错 如果是米色棕色就尽量选择 小羊皮或者脊皮 柔和感最强 银色多尝试 银色的短靴搭配9分的牛仔裤 或者阔腿裤将中性色营造出了优雅的感觉 银色就仅限于单鞋或者急怀靴就好 再大的面积就只有超模能震得住了 花花绿绿要拒绝 脚上的亮色只会冲淡你少费苦心花在身上的配色 只有两种情况下成立 全身黑或者身上只有一到两种颜色 用鞋子的颜色来做铜色系 或者壮丝系的配色 切记鞋子一定不要太抢眼 颜色不要太鲜艳 款式不要太厚重 太花少 第四个法则 搭配法则 是不是觉得冬天也不是只有黑白灰这么沉闷 款式也不是只有高领衫 配大衣这么寡淡枯燥了 再用好接下来的四点搭配法则 轻松晋级搭配高手 上中下轻法则 上中下轻上松下紧 主要适用于穿短裙 包身裙和legging的搭配原则 飘逸的仙女裙 紧身的A字裙 包身裙通通都想穿 上衣可以适当的厚重和宽松 羽绒服皮草大衣都是最佳搭配 时尚又温暖 穿negging的话宽松毛衣 oversize的外套 抖篷式大衣都是最佳搭配方案 尤其适合苹果形和梨形身材 矮个子注意 上衣不要太长 到臀线是黄金长度 靴子的长度有讲究 穿裙子的时候 靴子裙子和腿 把下半身分成了三段 会显矮还会显腿粗 长裙配靴子 裙子的最佳长度 是能让靴子衔接进裙子里面 如果短裙中裙 推荐靴子过膝盖3到8公分 这样你的比例在视觉上就不会被分割了 如果是legging就非常的好办 过膝靴直接套在裤子外面就可以了 这样下半身会看起来更加紧致纤细 上倾下重 上倾下重主要适用于下半身穿阔腿裤 或者以长散裙 迷迪裙为代表膨胀感比较强的裙子的搭配方案 阔腿裤视觉宽大 需要上半身的紧致来中和视觉 贴身高领衫和修身款的外套是最佳选择 散裙和迷迪裙也同理 最佳的上衣搭配方案是贴身高领衫 在配色上上半身配黑色当然最安全 上黑下亮的配色在安全的基础上 又能加重上倾下重的对比感 而同色系方案和撞色方案 也特别适用于上倾下重的搭配 夏装冬穿 夏天的衣服不要着急收起来哦 掌握了以下四点叠穿法则 夏天的单品可以继续发光发彩 吊带加内搭 夏天我们讲了白T搭配吊带裙 那到了冬天它就可以内搭高领打底衫了 立马打破了冬天的枯燥沉闷感 这个穿法对身材和身高都没有太大的要求 属于谁穿都好看型 衬衣配毛衣的衬衣外穿 这么穿亦是有保暖效果 但更重要的在时髦度 领口不会太挤 没有那么臃肿了 可以增加视觉上的层级 不管是棉质和针丝 唇白还是唇素或者花式衬衫都可以尽情的搭配起来 造型神器腰带 腰带是穿出冬季之美的一个星级武器 一条腰带就能让整体的衣品上升好几个level 冬天的一切单品都可以和腰带搭配 连鱼裙配上腰带 优雅的女人味更加凸显 皮草外套一不小心就容易穿出臃肿感 一条腰带就能帮你显出小细腰 能体现女性优美曲线的修身西装 搭配上丝带质感的细腰带 柔美度又增添一分 连硬朗的夹克不显身材的大棉服 oversize的大衣 加上一条腰带就很美了 大披肩搭配上腰带 不仅显身材还能起到固定的作用 深色的look配金属色的腰带 给全身造型增添亮点 保守一点可以是皮带黑色 皮带扣使用金色 搭配深色大衣的时候 还可以选择造型较为夸张的腰带 给整体的着装增加亮点 无论是宽腰带还是窄腰带 搭配西装都非常的适宜 即便是修身的西装 一条精致的腰带能够更加的优雅 而且在视觉上有拉长的效果 照顾鞋条呼应度 腰带的颜色和包包或者鞋子 请保持一致 这样可以打造出鞋条有质感的造型 创意腰带 用丝巾长项链来代替腰带 装饰效果别具一格 还可以把风衣大衣原配的腰带去掉 换成其他材质的 如果再和衣服的颜色玩点撞色 那真的就时髦爆表了 好了冬天如何穿的美而暖和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那至于实践就要交给你了 认真的姑娘最美丽 也欢迎你把这堂课学到的知识 应用到实践中 记得把你冬季穿搭的改造照片 发到我们下面的评论区 我依然准备了精美的礼物奖励 认真听讲的你们哦 我们的彩蛋时间又到了 像我年轻的时候呢 为了漂亮做一个美丽动人 生生的把好体质变成了胃寒体质 那作为一个过来人呢 一定要跟你们讲一下 美丽永远要为健康让路 冬天保暖第一 今天分享一些保暖心肌tips给你们 第一最需要保暖的部位 脚 手 脖子 皮脂少但是毛细血管多 这些部位要保证温暖 就不会感到多冷了 第二哪里怕冷 就要加强哪里的保温措施 足部 老话说得好 还从脚下起 除了前面说到的羊毛袜子 也要选择有绒里皮里的鞋子 鞋底加一个毛鞋垫 也可以使脚部暖和起来 特别怕冷的姑娘呢 不妨鞋子买大一点 好给袜子 鞋垫足够的空间 手部 脸纸的手套呢 比无纸手套会更加温暖 脸纸的手套呢 可以形成一个空间 充满空气 这样热量就不会跑出去了 躯干 贴身薄羽绒小砍肩 是非常好的单品 不仅保暖 而且呢 藏在大衣里面和外套里面 也不太容易被看出来 腿部 打体裤在冬天 还可以起到秋裤的作用 优衣裤就出了一种高科技的面料 自带发热 以我个人的经验啊 北京的冬天只要有这么一条 外面再套一条legging啊 阔腿裤啊 冬天抗寒力妥妥的 如果穿裙子的话呢 还可以选一条戴抓绒的打底裤 还要记得暖气片和暖宝宝的妙用 在寒冷的北方呢 我们可以巧妙寄用暖气片 像我呢 一般会在头一天晚上 就准备好第二天要穿的衣服 把贴身穿的衣服 包括袜子鞋垫内衣放在暖气片上 第二天穿上去非常的暖和 那像在南方真要冷起来 也是非常的寒冷 怕冷的姑娘啊 可以早一点起床 把她们呀 扔到烘干机里面 烘上一会儿也有同样的效果 像暖足宝 暖膝宝 暖贴宝这样暖宝宝 武装起来 还有就是睡前养成 泡脚的好习惯 驱走寒气 体质变暖了 气色也会更加美丽动人 不管怎么样 美丽也不应该凌驾在健康之上 迎着寒风 我们要做一个美得熊啾啾 气昂昂的姑娘